請繼續是政團的消息 來看行政儀中所謂 曾宣佈是一個當天 留下這個真有最定性的法案 就是行政儀打扮定案 要來開放看國同性的婚姻 也就是說這個看國的同性卵 不管對方的國家 是不是有我們同同志卵來婚姻 都可以在臺灣定期結婚 不過中國拜託在我 因為堪積到定期的政策和面臨的規制 臺灣開放看國同婚 過年後開始來試試 董事團體的標示說歡迎 也感謝行政和立法團隊的努力 對於行政團隊非常的肯定就是可以能夠 讓跨國伴侶獲得法律上的支持 經濟平民衛體報道 這次行政儀中所謂 19號的確定案 立即之前把當婚傳法跨國婚姻 這部分保護者 不過因為中國民眾 勤促定期政策面臨紀制 只不把這部分列進來 幾乎都是在歐美國家活好走 那其實這些國家都已經有同外合法了 所以其實就是看要去誰家的問題而已 女權跟性別權益各種事情 我都覺得等太久了 所以已經不差這兩年了 因為我覺得人嘛 總是群居的動物 總是有需要伴侶 不應該限制在說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性別上 就好像說年齡上也不應該有什麼限制 對啦 也有老少配啊 英雄透年 看過東線盤路也很開心 可以以親人的性分說一下 We are family too